她母亲刚过 以后为了孩子 就不要见孩子 我说我隐形不见到孩子 好 那这样 今天一开始 您儿子的两位朋友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您儿子写的信 这样我们请王欣 把这些信给 张欣看一下 张欣 我还是好 我为什么能写出青春 有关系你 作为你母亲的话 还是为什么能说到这种情况 本来就好好的 好好的为什么能说到这种情况 当时离开我 怎么让我说的 为什么还是到今天 为什么能说到这种情况 还是现在等于了 不知道那信给哪来的 不知道不是我儿子写的 我们现在才知道 聂小平不光不让我们联系张欧 也不让张欧的亲生父亲 见到张欧 为了儿子的将来 所以不惜牺牲一切 哪怕是父子之情 我还是现在等于了 你让我见到孩子就行 如果孩子在这儿 真正好好的 我们还马上找人 法律法律协议是离乎女孩 我应该是要不要 我只要给你带她 我还是要不认移 我应该是这样 我应该就想要 你来带她 先带他 想要不要 带我们 想要不要 我心想要不认移 你带你 我还是要不认叻 感谢观看 如果说这真不是儿子自己的表达的话 再亲密的朋友编不出这种信来 我们都有生活经验 这不是一个局外人可以说得出来的话 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大姐儿子到底在哪 我们是局外人我们都很担心 一个年轻人真的这样一种给自己做的死亡倒计时 而这个年轻人是您的儿子 你不用大家倒计时 说什么呢倒计时 您自己没有看这些信吗 这是您儿子写的信吗 不是 不是 不是那您莫名其妙的为别人写的信哭什么呢 不知道 不是我哭的 我没哭 所以大姐到底是为什么 就是发生的事情您不承认 您想回避什么东西 我没有回避 我有什么必要告诉你 我有什么回避的 您真觉得自己儿子好好的 我自己儿子天天 日月月月 养了25岁在我身边 每天怎么样我自己知道 好好的 所以您那句话 我的儿子什么样我自己知道 我们是要打问号的 这也是父亲担心的原因 也是我们担心的原因 您的儿子的状况很显然 您并不完全知道 孩子号人为什么还能写入这份信 你要哪找我呢 我十七万年没得到消息 只能得到这孩子 要清扭你心 谁写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谁写 现在我要见到我的孩子 如果说张浩 他说的是真的 你知道张浩的下落 你现在隐瞒张浩的下落 阻止我们所有的人 去挽救张浩的生命 那么这种行为 是一种不作为的一种犯罪行为 那么是有可能 涉嫌故意杀人的 有那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 有这么严重 你要想一想 如果说张浩是一个 和你不相干的人 你这种行为 他可能仅仅是一个犯罪行为 但你要想那是你的儿子 他有可能这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做出了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不要跟我说 有可能 就不要跟我假设 我不爱情 我们不能把眼睛蒙起来 我是好好的 现在好好的 四天以后 他是不是好好的 好好的 四天以后 他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我告诉你 如果说他真的有了意外 你难辞其咎 不是节目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能 我能 我是就是好好的 那将来会有司法机关找你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能挺那种 我相信你不会心狠到这样一个程度 我心不狠 我儿子 我为什么要心狠 我自己儿子 你儿子是一个生命 他不是你的财产 我知道 我知道 不用你来告诉我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 你现在不知道 正因为你不知道我才要告诉你 好好的 好好的